敢问小友,何谓自然科学,又何谓社会科学? 卓静脸虚问道,浑浊的眼中流露出了好奇之色。 江星火答道,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 社会科学则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任务是研究与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 虽然不太明白科学是什么意思,但全当是一门叫做科的学问就好了, 而自然,社会云云,这些两人也是能无障碍理解的。 如果排除科学这一点,那么卓静与育友面面相去片刻, 再细细思量,却觉得对方所言,确实定义极为准确。 于是,在结合道演之前所说,卓老头的好奇心被再一次勾起。 那么小友觉得,自然科学都包括了什么学问? 江星火干脆道,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命学。 此言一出,两人反而有些迷茫。 卓静确实敢说道,不懂就问,也没什么丢人。 富游问道,还请小友详细解释一番,有些老朽能听懂。 而有些小友所言,老朽确实从未听过,可谓是闻所未闻。 数学便是数数之学。 天文学便是占星天文之学。 地理学便是余地理论之学。 物理学便是万物道理之学。 化学便是化福朽为神奇之学。 生命学便是研究人与飞禽走兽身体积离之学。 这六门学科乃是自然科学的根基所在。 事实上,关于推广近代科学这件事,江星火这些日子已经是有所谋划的了。 因为如果想改造大明,让大明从农业时代迈入工业时代,必须生产力与思想同步解放。 怎么解放生产力? 当然是建立以六门学科为基础的大学,来推广自然科学, 用自然科学为根基所创造的种种新事物,来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而解放生产力。 怎么解放思想? 当然是恶,倒也不必把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全都扔上来。 这些对于当下改造大明解放思想都不重要,因为不推翻成诸理学,根本就无法推广这些学科。 最重要的是哲学,必须从哲学层面给目前占据统治地位的成诸理学造成混乱, 进而想办法用新的哲学体系推翻成诸理学,才能解放思想。 不然单靠社会学科里的那些学科,并不能起到多少效果。 当然了,哲学这东西,一般人都不太能搞得明白,能搞明白的,也哥有哥的说法。 所以,想要结合当下时代背景,创造出一套起码能对抗承诸理学的新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这个难题,只有江心火能攻克,其他人已经试过了,根本做不到。 而只要江心火能对抗承诸理学,那么被承诸理学压抑许久地扶到两家,自然也会献上助攻,痛打落水狗。 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直接把阳明心学这个大杀器拿出来用。 历史已经证明了,阳明心学足以冲击成诸理学的统治地位。 但这里面有个小问题,便是阳明心学这种唯心主义哲学,跟发展近代科学所需的理性主义,还是有点违背的。 所以,具体怎么弄,江心火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误导一下。 若是误不出更好的道,那实在不行,当然也只能先把阳明心学拿出来用一下了。 说回当下,六门自然科学里,卓静卓老头倒是懂一半。 其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卓静都是明白的,后面的物理学、化学、生命学则是不太理解。 卓静问道,就按刚才所说的天文学,小友觉得与其他的学科互有联系吗? 如果有,还请小友说说联系都在哪。 见白发老头说得客气,江心火也存了先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探究一番, 看看关于六门基础自然科学,是否跟当事之人有较大的认知偏差。 因此,江心火整理了一下思绪,缓缓说道。 从顺序上来讲,从天文学出发,则是先有天文现象, 譬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萤获手心,木星充日,太白骤剑, 然后才有了能测出,譬如,木星充日是每隔一年又34天的数学,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那就是木星充日能用数学来解读, 但萤获手心不能,不知道老人家是否想过,这是为什么? 萤获先是思考,最后摇头道,大约是萤获手心,无法测算。 非也。江心火不太认可,只说道,不是无法测算, 而是没有物理学模型,或者说, 华夏天文学传承下来的基础理论是不太正确的。 数学是物理学的基础,华夏有数学而无物理学, 可偏偏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带头学科, 是研究大智宇宙,小智不可见等一切事物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和规律, 所以,自然有些天文现象就无法解释了。 物理学。 卓敬先把这个概念抛在了一遍, 毕竟这些东西他不清楚,也难以理解, 但有件事情却不妨碍他能问清楚。 小友为何说,华夏天文学传承下来的基础理论是不太准确的呢? 江心火从稻草堆里翻了翻,翻出了正和心心念念的地球仪。 江心火看着对面的两个老头, 问道,我们脚下的大地可能是圆的,你们知道吧? 卓敬旁边的玉有面色明显是觉得有些荒唐, 但卓敬却点了点头。 跟江心火前世的印象留不同, 很多人以为古代中国信的是天元地方, 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古代中国知不知道大地可能是圆的? 当然知道了。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宇宙学说主要有三种, 魂天说,盖天说,宣夜说, 并称为论天三家。 魂天说起源于战国时期, 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魂天遗诸中提出天如姬子, 地如中黄, 故居于天内, 三国时, 吴国人往番提出天之形状似鸟卵, 地居其中, 天包地外, 犹如可知果黄, 圆如弹丸。 魂天理论认为地球是个球体, 天也是个球体, 套在地球外面, 日月星辰都在天表绕着地球从东到西滑动。 魂仪一圈一圈就是华夏古代天文学能观测到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轨道, 中间是地球, 也就是说魂天理论是从地球视角观测的行星运转。 这套理论可以正确地解释日时, 使月球挡住了太阳。 盖天说则是从一开始的天园如张盖, 地方如棋局, 后来进化为了天寺盖历, 地法覆盘, 也就是说天像斗笠那样覆盖着大地, 地像倒放的盘子那样有弧度。 宣也说一般可追溯至庄子, 逍遥游和列子的书, 盖学说认为并无有限的天球, 日月星辰自然诞生在虚空中, 在其的推动下运行, 这便是有点现代宇宙理论的意味了。 而魂天说, 在元代以后就彻底战胜了盖天说。 主要原因是, 元代有个叫郭守经的狠人, 拿大元广袤的疆域做了一次测量地球的实验, 后世称之为四海测验。 这次实验, 距离现在的明代并不算遥远, 很多文人通过典籍记载, 还是清楚的, 卓靖就是其中之一, 大帝是元的, 在元代就已证明了。 卓靖汉首道, 元朝治元十六年, 郭守经向元氏祖呼壁列提议, 由于如今元朝疆域比之前大了很多, 不同地区日出日落昼夜长短时间不同, 各地的时刻也不同, 旧的立法已经不适用了, 因此需要进行全国范围的天文观测 以编制新的立法, 宋连所编撰的原始记载, 设间侯关一十四元, 分道而出, 东至高丽, 西级滇池, 南鱼珠牙, 北近铁乐, 四海测验, 凡二十七所, 观测点南至万里食堂, 北至蒙古高原, 西至甘肃, 东至朝鲜, 东西京度最大相差约25度, 南北纬度最大相差约50度, 在近代全球化以前,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惊人的测量条件。 这次测量工程中, 郭守静亲自奔赴各地主持工作, 测量了夏至日太阳高度, 北极出地高度, 二十八秀角度距离, 黄翅礁角等等一系列地理和天文数据, 最后计算出地球年长度为365.2425天, 而现代测量结果365.2422天, 两者相差仅0.0003天,26秒。 同时,为了计算地球面积, 郭守静在宋代数学解四次方程的基础上, 导出了高界方程的计算方法, 用这个算法解决了球面三角函数, 直接证明了大地是圆的, 而且精准的面积都算出来了。 所以,大地确实是圆的, 这一点但凡了解过天文学的人, 确实都知道。 浊静身边的御游有些纳闷, 可怎么没人跟我说过? 这里便是说, 从明代开始, 中国古代天文学从先秦到汉堂, 到宋元的快速发展趋势没能延续下来。 明朝建立后, 对天文学的限制, 阻碍了天文学的进步。 大明太祖高皇帝这辈子干了很多好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 绝对值得点名批评。 朱元璋灭元后, 四天监禁水晶客漏, 周涉二木偶人, 能按时自机争骨。 由于你腿子出身的朱元璋没见过, 也无法正确认识天文学的作用, 所以认为这东西没啥用, 砸了, 砸了。